他们同为学校谜弟谜妹所追捧的两大校草 打小是父母眼中别人家的孩子 虽说两人性格迥异 见面总是长腔相剑 但月老的钢丝绳却早将他俩捆在一起了 此刻食堂里身为校霸的池鱼 摆出一副目中无人的臭脸插队打饭 阿姨来一份糖醋排骨 然而快饿扁的傅子安同样也要吃 这令男孩很是不爽 一再催促阿姨今天糖醋排骨必须他吃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 阿姨却说只剩一份了 男孩扬言必须糖醋排骨 吃别的拉嗓子 而傅子安也并不失容 脾气暴躁的男孩直接怒怼 你特喵吃个饭也要和我抢 随即子安便说喜欢吃 那就让给你算了 文言男孩更加气愤 老子才不吃你不要的东西 于是美味且读一份的糖醋排骨 便巧妙地落入子安的口中 而男孩只能啃食干面包饼 突然一位长发女孩拦住去路 好果不挡道 你想干嘛 女孩说起之前给他递情书的事 食欲满脸大问号 可紧接着便萌生恶曲 抛出一答情书 哪个是你写的 你自己挑吧 被伤到的女孩骂骂咧咧 甩下一句渣男就跑走了 池鱼正走着注意到学校的公告栏 看到全校表彰上傅子安的名字 和被全校通报的自己 满是不屑地切了一句 真不知道这家伙哪里配 隔天喜欢傅子安的马尾女孩 又跑去向他告白 拒绝过他多次的子安很不赖反 见他对自己如此纠缠不休 看到树后休息的大长腿 便告诉女孩自己有喜欢的人 就是躺在树后的那位 说完便起身离开了 而女孩还在惋惜这段 没开始就结束的恋爱 看着树后那一米八的大长腿 女孩脸上满是羡慕嫉妒 突然树后那人撩开衣服起身 这才看清所谓的大长腿 竟是笑靶之鱼 女孩顿时大惊失色 脑海里立马浮现出两人亲密的画面 乖乖又真是磕死我了 于是课间便纷纷议论着两位笑草的事迹 被吵醒的男孩很是气愤 即便是被他大声吼了一通 吃瓜的女生们依然磕得合不容嘴 正当他诧异为何被吼还能笑得出来 前排的黄毛示意他看看手机 看到自己和傅志安被迫课堂的消息 食鱼顿时怒气直拉满 与此同时傅志安也注意到同样的消息 看着迷妹似懂非懂的帖子 没等他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食鱼便一脚踹开教室大门 你小子麻溜给我出来解释解释 从小家住对门却从不待见的两人 如今成了校园人人追捧的校草 因为一句甜蜜的玩笑 造就他们成了迷地迷妹们课堂的对象 然而一向脾气暴躁的男孩 看到这番消息后 立马找上了另一位主人公赴志安 臭小子你这又唱的哪一处 志安告诉他不过是拒绝女生随便找的借口吧 但被莫名扣上是盆子的男孩立马就是一顿嘴巴 事到如今你打算怎么办 志安表示对自己又没影响 你难道不想和我搭伙过日子 见他这副态度的男孩立马转身就走 志安说他要是恳求自己便想想办法 听到这话男孩瞬间怒了 握紧拳头就想砸爆他的狗头 好在志安反应迅速 才躲过池鱼这一众群 但此刻大眼瞪小眼的情景 可是给池鱼者害羞了 求个毛线 关老子屁事 随即便扬长而去 当他气骨囊囊地来到教室 注意到同学头去鼻翼的眼光 瞬间露出一副吃人的神情回怼 另一边的志安也有所行动 早上一直在追自己的马尾女孩 想要解释一番他和池鱼的关系 却被女孩无情打断 而且表示自己是不放弃追求指安 于是指安便盘算着 这时盆子池鱼是逃不掉了 晚上池鱼在家中捣鼓着手机 注意到一条让他菊花一锦的动态 打开一看竟是如此香艳可口的画面 磕得自己瞬间面红耳适 去特喵的傅指安 连八块腹肌都没有还玩个鸟王 隔天学校公布了新的文理分班情况 池鱼被分到理科二三班 可他不知道的是 傅指安也选了理科 而且在班主任的安排下 两人还成了同桌 这让池鱼更加不爽 于是约法三章画了三八线 诅咒他学习变成秃头 甚至拿指团戏弄指安 看不下去的老班直接冲他扔分笔头 这才让他消停上完课 然而课后他继续找上池鱼的麻烦 脑袋被门挤了把学理科 池鱼却说只是想挑战自己 文言的池鱼恨不得送他去见他太难 池鱼依然淡定地挑衅他 你活得好好的 干嘛让我先走 听罢池鱼再次握紧沙包大的拳头 可看到指安若柳浮风的待遇啊 只是警告他以后收起那副惹人脸的臭脸 要是胳膊腿赶月线就直接剁把剁把吃了 指安注意到池鱼散落一地的情书 调侃他是很喜欢机油吗 不料又讨来一通臭骂 老子喜欢做什么关你屁事啊 之后的语文课堂上池鱼依然不消停 老师点名让他注意纪律 可叛逆的池鱼根本毫不在意 老师问他自己刚才都抢了什么 本打算胡咧咧两句应付一下 身为同桌的指安主动帮他应该怎么回答 照着读完课本与句后 暴怒的老师便直接将他赶出教室 原来是指安故意给他指了错误答案 教室外的池鱼懊恼不已 怎么能大意信了他的鬼话 朝着指安顺势比出国际友好手势 可下一秒厚重的书筒便砸在他的脑袋上 正是路过的老班看到了他这一幕 于是又苦口婆心地对池鱼一顿教议 而这时的指安也得以洋洋地回应了他 课后池鱼堵住傅指安 小子惹到小爷了还想跑 然而注意到正科堂的同学们 指安立马反课为主 没有想跑就是来找你的 受不住这一撩的池鱼立马弹开 而且示意他趁着人多赶紧解释清楚赋予CP的事 于是指安不紧不慢地说着事情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只是我单方面喜欢他而已 听罢池鱼瞬间炸毛 你特喵是喝假酒了 还是头和屁股装反了 常驻学校通报批评栏的坏坏校草 贝洛柳福峰的小公强谣简直不要太想 而这起因权是男孩自己做 甜甜的CP他不做 硬是让指安澄清 于是指安解释是他单方面喜欢男孩 吃瓜的女孩们算是捡了大福利 厌恶的池鱼恨不得把他的头和屁股换个位置 可最终还是压住木火收手离开 武艰体育馆内池鱼呆坐着 一想到傅指安刚刚的行为 长得脑袋简直就是泡菜台子 整一个特喵的神经病 连同学喊他班级对抗赛都完全没兴趣 然而当背头男邀请指安参加时 池鱼竟又窜出来嘲笑 一板抓起他的胳膊 你这细胳膊细腿都能打架 劝你别动了 早点回家抱孩子去吧 虽然指安的手力被池鱼抓得有点骂 但看到对手不可一世的点 指安毅然决然地选择一战 只见他带球狂步数量 一个潇洒又帅气的外线条 稳稳命中一记三分 秀得迷妹们尖叫不如 也就是指安这无敌的操作 惹来对手长矛的肚子 于是布置战术准备限制指安 下半场球赛开场后 依然是指安控球 带球快速甩开多人倒拆后 即便面对身躯魁梧的长矛 指安也是一个假动作运球甩开 就在他没开二度起身跳投之际 长矛开着坦克身躯撞在他身上 指安被撞得重重摔倒在地 然而长矛却只是假惺惺道歉 说下次自己注意 背头男想要替指安出气 怎料被高抬两个头的长矛心弄一番 甚至扬言比赛还没结束 谁也别想离开体育宫 指安回应他怎么越长越丑了 两人就这样打情骂俏的 一路往医务室的去 可刚出体育馆就又被一柱瓜友围观 原来他们的事迹全是真被狠 纷纷表示今天真是刻宝 听到这话的指安害羞的想要跳下来 但腿脚依然传来震动 他也只好继续安静的让石鱼背着他 小时家住对门牵手都害羞的俩小鬼 如今成了校园撒糖的校草CP 听闻副指安被人欺负 石鱼上去就是一顿膝盖问候 而见石鱼被摔得腿脚不变 便立马背着他去校医室 通过校医姐姐的检查 虽说伤得不重 但近期也要避免剧烈的体育活动 可嘴毒的石鱼说确定他腿没断吗 然而校医姐姐说不过是肿脏导致的行动不变 石鱼嘴上说着他真是个麻烦人 但被指安问起因为自己又打架 表示谁敢欺负你就该走 哪怕是被学校通报批评也会出手 随后搀扶着石鱼将他送回家 刚一到就收到石鱼爸爸死怀的问候 妈妈看到他的样子以为是打架 妈妈其实是很想有的 但因为石鱼家庭变故的原因 自己一看到石鱼就心里难受 晚间指安回到房间后 拿出了小时候拍的一张照片 慢慢回忆起石鱼的妈妈 那时候自己刚被调皮的石鱼欺负 阿姨看到后温柔地安慰着他 可石鱼竟还在一旁叫嚣说他像八爪鱼 然而想让俩小鬼交朋友的阿姨 细心教导石鱼要学着伸出手交朋友 不要总是弄坏人家东西 于是在阿姨的撮合下 一起拍下了一张非常别扭的照片 在那以后石鱼更加肆无忌惮 每每都会冲他伸出手 直到某天石鱼的爸爸出现 原本活泼的他脸上不再有笑容 而石鱼也从妈妈那里得到阿姨离开的恶好 避位着那个可爱的男孩 也即将离他而去 不过后来两人有幸上了同意所出众 但也从来没有相互讲过话 半夜已经躺在床上了石鱼 被石鱼喊他下楼的消息吵醒 是特地来给他送药的 石鱼透过窗户露出一个宠义的微笑 却被石鱼喊话看个鸟娃 快特喵下来 然而当他来到他身边后 石鱼将药品递给他 随即便转身打算离开 石鱼喊住他 说带了创可贴要给他贴上 可一向随心惯了的石鱼立马拒绝 石鱼再次表现得强势起来 要乖哦 过来别动 贴上就不疼了 奈何石鱼太过笨手笨脚 于是石鱼只好一把脖骨 自己快速贴好 瞧你那样 还给别人贴窗可贴 不过走前也提醒 石鱼防着被他揍的长毛 以后放学必须一起回家 可石鱼却说 有他在自己才会更危险 石鱼听到微微一笑 可小爷我乐意你能怎么打 炸毛笑爸的脾气 还真是歪得很 石鱼却表示小爷我乐意 见他大汗淋漓帮他擦汗 气鼓鼓地甩下腿脚不便的石鱼 自己打车溜回家了 这天他们刚来到教室 看到有人发布科堂的帖子 那凶巴巴的样子 恨不得吃了石鱼 嫌弃他所澄清的单方面暗恋 简直扯淡 那要不你去澄清 文言池鱼直接怒了 自己搞的屁事 别老想着给他扣屎盆子 放学后生活委员通知他和傅志安之日 直接怒怼到傅志安断胳膊断腿 怎么扯之日 忽然背头王霄说他愿意帮池鱼 不过他这见兮兮的笑容 惹得池鱼一顿嫌弃 王霄这也算是报答池哥 帮他们在体育馆出气的事 谁是你池哥 少特喵套进口 哪辆小田狗模式开启的王霄 却说想和池鱼做一轮双胞胎兄弟 可接下来就是池哥扫地他加油 夸池哥到垃圾都很帅气 甚至觉得暴揍他的样子都是那么迷人 志安不禁感叹 田狗真是落不下好下场 完事后池鱼送志安回家 看他腿脚不便劝他打车 可志安却表示自己没钱 让他别挡到耽误自己回家吃饭 无奈的池鱼很是无奈 只能接过志安的背包 气骨囊囊的蹲下身子 再一次将志安送到自己的背上 因为离家较远 半道上类的池鱼满头大汗 不老实的志安却喊了一句假 可是给好心的志安却喊了 但考虑到这家伙有伤在身 暂且忍受就当是为自己能活到99季度了 当然志安也不是闷糊 看不下去池鱼满脸的汗水 伸出手帮他擦去额头的汗 池鱼质问他这是要干什么 跟个神经病似的没事干嘛摸自己 可志安竟嫌弃他的汗水太脏 忍无可忍的池更加生气了 于是便撇下志安 自己打个出租车就溜了 而这一切都是志安故意而为 只是想看池鱼生气的样子 而池鱼刚来到家门口 一个长发妹子便挽住了他 原来是妹妹在国外胎想家回来看看 将妹妹带进家门后 看着如此宽敞又豪华的大房子 妹妹表示自己要搬过来住 却被池鱼无情拒绝 也得知妹妹之所以回来 是听说了池鱼又踹坏了体育馆大门 这让他一下又想到刚刚惹他生气的傅志安 打发走妹妹后自己回屋了 躺在床上想看看有没有志安的信息 却只收到他爸冰冷的短信 说家长会有人去学校带开 他作为学校成绩优异的乖乖校草 却一心想看校爸生气又难为情的样子 然而池鱼身边出现的妹子 捣碎了他的醋坛子 尽当面对池鱼爆粗口 此刻同学们正纷纷查看着月考成绩 而被姗姗来迟的校爸一声令下 同学们立马让出一条花路 小田狗王小打盲会报道 池鲼真棒 虽然还是倒数第一 但化学这次算是上大分了 池鱼俨然一副毫不在意的架势 想要去教室却被老班喊住 说已经了解了体育馆发生的事 没猜错的话是我爸又捐钱了吧 老班表示踢坏门家里出钱修缮不是应该的 而且还上了长毛的鼻梁 池鱼文言很是不屑 那你开除我算了呀 背嘴的老班打忙说事情倒也没那么严重 毕竟他闯祸就等于给学校拉赞住 再啥也不会开除他这个香波 晚间放学指安收拾好书包打算回家 却被装睡的池鱼抓住胳膊 傅指安你招什么急 说好的必须和小爷我一起走 难不成是趁机先溜 然而当他们刚走出教学楼 池鱼的妹妹就窜出来挽住了 这尸嘴上把不住门的王霄说起风凉话 难怪池哥对笑话都不动卢山 原来是找到更好的了 嗶嗶赖赖一大通可是给指安听生气 大喊一声王霄 臭小子是不是腌萝卜吃多了嫌操心 随即又微笑着说自己有事先走一步 而这恰巧被池鱼注意到 傅指安你要去哪 边说着急忙推开妹妹 要回家 你特喵的方向怕不是搞反了吧 指安一脸元素 反不反的关你屁事 此话一出池鱼瞬间猛逼 严重怀疑他被长毛打坏了脑子 而当妹妹再次靠近池鱼后 竟真有种狼才女貌的感觉 突然妹妹说起好像在哪见过眼前的指安 指着他就说你就是那个八爪子吧 文言的池鱼瞬间惊慌失措 臭丫头怎么哪里都用 然而妹妹继续说着 池鱼钱包里有张和小男孩的照片 不正是眼前的这位学长吗 文讯赶来的吃瓜群众 议论起原来两校草是双向奔赴了 甚至脑海里早就构思出了他们结婚的场景 乖乖呀 这可真是田到家了 随后几人立马跑出校园 女孩也澄清了自己是池鱼的亲妹妹 池鱼便立马打发她先回家 说自己要先护送指安一趟 路上指安问起关于照片的事 你不是说照片已经扔了 在后看到跨着背包等她的池鱼 不亏同为校草 还真有几分姿色呢 一路上也都是池鱼拎着东西背着书包 即便又是满头大汗也没想着打车要走 然而正是因为这样 两人被前些天刚教训过的长毛 带着一众小弟拦住去路 没等长毛叫嚣两句 池鱼直接呵斥他们快给嫩爹让路 一向被认为若柳浮风的学霸校草 主动攻起来的样子简直太野了 这天晚间正要回家的两人 被池鱼曾教训过的长毛拦住 一向不温柔的池鱼 只是说快给嫩爹让路 长毛竟直接掏出小棍子 扬言今天不跪地叫两声 就别想走着回家了 池鱼打算先知走指安 可指安一想到小时有人欺负他 池鱼总会对他们示意拳头问候 也并不打算先走 于是池鱼骂骂咧咧地递给他要带 扔下书包让他赶紧离开 露起袖子便准备好好调理一番长毛等 指安也明白他的意思 纠结之鱼只好先转身离开 而此刻怒气当头的长毛 扔起棍子就冲池鱼砸去 不过被池鱼巧妙躲开 没等长毛从惊恶中反应过来 池鱼的拳头早已划过天空重重 砸在他的脸上 看着一拳就倒地的长毛 池鱼嘲讽他可真是个没用的闲眼包 排场整个再大也没个人用 虽说他们人多是重 但个个都是不堪一击的草包 每两下就被池鱼打得落花流水 连背后偷袭的家伙被他察觉后 一个右边腿直接踹出两名远 这时长毛见池鱼被分神一把抱住他 身后小弟抡起棍子就敲在他头上 池鱼因此被打倒在地 于是仗着人多的长毛开始言语攻击池鱼 突然池鱼一脚踹在长毛下当 只听得传来一声鸡蛋碎裂的声音 一股扎心的疼痛传遍长毛全身 看你那小小玩意有什么可嚣张的 正当被彻底激怒的长毛继续攻击池鱼时 身后传来酒瓶破碎的声响 正是刚离开的纸安折返回来 见状的长毛不屑地说你小子还敢回来 怎么 是来就倒地的拼头 此刻纸安满脸怒气 以特喵再敢动他一下试试 听把长毛毅然一副刁毛样 还挑衅纸安拿个破瓶子又能怎样 就在两人恨不得目光杀死对方时 突然传来轻量的警笛声 长毛等人见识立马吓破了党慌忙逃走 带这群家伙走后 纸安走进瘫坐在地的池鱼 纸安先是言语戏弄他一番 求我我就扶你起来 紧接着抓住驰鱼的手将他一把拽起 见驰鱼受伤也不去医院 纸安邀请他跟他回家 却被驰鱼嫌弃乌子太小去了连腿都伸不止 纸安低头看着他的身子 不禁地笑出了声 驰鱼瞬间明白纸安发笑的原因 老子可是比长毛那家伙的大好几倍呢 看你这样子是不相信了是吧 驰鱼一把抓起纸安的手 老子现在就去你家好给你开开眼界 作为不可一世的混子笑爸 虽然嘴硬脾气饱 但在又一又会撩的学霸面前 却秒变只会害羞脸红的家伙 因为前来复仇的长毛人多势众 驰鱼被打伤了脑瓜子又不肯去医院 于是驰鱼耍了个小心思 便让驰鱼主动要求要去他家 而此刻驰鱼的妈妈已等待他们多时 看到伤痕累累的驰鱼 阿姨显得神色担忧 急忙说着要去开门拿药 突然驰鱼一把拦住驰鱼的小妖 这时驰鱼很淡定的回答并无大碍 自己也细以为常了 这时驰鞍提醒妈妈该去给他爸送饭 结果妈妈手中的药包 说就由他来给驰鱼疗伤吧 妈妈想起还在饿着肚子执行的爸爸 拿起打包好的饭菜便出门了 随后驰鱼让驰鱼抬头好给他服药 可后面的驰鱼却并不打算配合 于是驰鞍强行捏住他的下巴帮他上药 可伤口传来的阵痛让驰鱼瞬间炸毛了 知道疼就别总是打架 没脑子的人才只会挥拳头 文言驰驰鱼满脸不屑 拎个破瓶子吓唬人 估计也就长毛那种耸祸会怕 再说了你敢真拿他上任吗 驰鞍轻弹一下他脑门 如果有人真敢动 你看我砸不砸他就完事了 驰鱼表面说他就只会吹牛 但内心却深受感动 也不知何时驰鞍也不再是需要他保护的样子 随后驰鞍又让他脱衣服 面红耳赤的驰鱼死活不敢 为什么不脱是怕我吃了你不成 然而驰鱼竟说自己身材太好 怕脱了衣服驰鞍会自卑 驰鞍慢慢贴近他 那真得麻烦你让我自卑一下 见推脱无果的驰鱼只好答应 之后乖乖趴在沙发上 可半天不见驰鞍有任何动物 寻思不会是被自己宽阔的后背给迷住了吧 愣神片刻的驰鞍帮他按摩腰部上药 听到驰鱼传来疼痛的喘息声 是我按摩的太疼了吗 不疼 只是觉得很痒 驰鞍继续认真帮他后背敷药按摩 15分钟后终于按摩结束 看着驰鱼洁白的后背 驰鞍不禁地吞咽起口水 治疗结束驰鱼刚要起身 却被驰鞍压在沙发上 等一下别乱动 见是驰鱼一时脑瓜猛的 驰鞍继续向他靠近 质问他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他 就连在学校也不肯跟他说话 是我做什么让你很讨厌吗 驰鱼急忙解释自己并不讨厌 你不讨厌那就是喜欢我咯 前一秒还强调自己是钢铁直男的笑把 仅被驰鞍一句我不相信的调侃 便乖乖躺床就范了 因为驰鞍那句不讨厌就是喜欢 一向炸毛的驰鱼瞬间默不作声 驰鞍便急忙岔开话题说该吃饭了 可当他刚转身离开时 驰鱼一把抓住他的手 那你喜欢我吗 看着驰鱼紧张到羞红的小脸 驰鞍扑斥一笑 淡淡地回应道还行吧 驰鱼文言很是不爽 此盯着驰鞍大有一种要吃人的样子 紧接着又说自己只是开玩笑 想来彼此眼光都没那么差 随后驰鱼坐上饭桌 即便饭菜已经凉了 还是狼吞虎咽地造了钱 也讲起自己不愿意搭理驰鞍 是因为总会想起 与妈妈住他家对面的事 以为驰鞍就是全世界最讨厌的人 但没想到比他讨厌的人居然有那么多 而听到这样的话语 驰鞍内心很不是滋味 内心很是希望驰鱼能像以前那样开心该多好 饭后驰鱼问起晚上该怎么睡 驰鞍只能说委屈自己床分他一半 驰鱼觉得很是别扭当场就给拒绝 觉得别扭难不成你心里有鬼 说不定你是弯的呢 此话一出驰鱼当即怒了 拽着驰鞍就来到卧室 立把将他推倒在床上 看看你说的什么屁话 我家老儿完全没反应的好吧 驰鞍不禁地再次发笑 看起来脾气歪得很 其实蛮好骗的嘛 驰鱼自觉一个大男人有啥好骗的 之后便气鼓鼓地侧躺着睡下了 虽然嘴上说着自己很不屑 但降红的脸和狂跳的心脏就出卖了自己 第二天太阳都晒屁股 只安慢慢睁开眼睛 见驰鱼被阳光晒得皱眉 只安起身用手帮他挡住阳光 驰鱼便再次呼呼地大睡起来 只安脸上也洋溢起幸福的笑容 可没一会妈妈推门进来喊他们吃早饭 只安刚想示意妈妈驰鱼还在睡觉 闻声的驰鱼探出脑袋和阿姨问走 稍后驰鱼穿好衣服走出房间 阿姨调侃他一看晚上睡觉就不老实 把头发睡得又炸毛了 只安却不到说他睡得跟死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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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安却听罢瞬间黑脸 饭后阿姨关心只安头上的伤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别留下后遗症 只安又打句说留下后遗症也没啥大事 他那脑袋刮在火锅店直接就是一道菜 听着自己的脑袋能上火锅 池鱼一脸猛 想什么呢 我就是在说你是猪脑子 反应过来的池鱼当场发飙 恨不得先顿了只安的脑袋 他们同为校草见面却总是四把 一刻见不着就心慌慌 本以为甜甜的CP刻不停 可因为眼前女孩的出现 互对彼此的醋痰子被同时打翻 昨晚池鱼在池鱼家留宿一晚 隔天一早吃过早饭后打算离开 问其池鱼早起后举着胳膊在他头顶做什么 睡累了伸懒腰不行吗 难道还能在你头顶做坏事不成 听他这般不正经池鱼当即生个闷气就回家了 随后教室里的池鱼无精打采 心想这家伙怎么还和小时候一样聪明好学 原来只安打小就是学霸动手能力还超巧 阿姨还一度拜托池鱼说服他跳鞋 可想着跳鞋就不能和池鱼同班 只安并不想那样做 然而池鱼却说不稀罕和他同班 并且也不喜欢交朋友 不过自打那次后阿姨也没再提过让止安跳急的事 想不通到底因为什么的池鱼盯着止安 却不料被止安发现 老师盯着我发呆做什么 尴尬至极的池鱼当即翻脸 老子看你两眼难道要收费吗 别人可能价格高 但要是你我可以打折 池鱼听罢急忙拉开距离 极力说服自己好好学习别分心 很快池鱼又在梦中上完了当节课 睡醒后发现止安不在身边 立马慌张地站起身子四下寻找 还没放学就不见人影 池鱼显得很是心慌 看到走廊镜头拎着小吃的止安 刚要上前质问 却被身后的女孩喊住 好久不见了池鱼 池鱼回头问他找自己有事吗 女孩笑意浓浓地说没事 而这一幕恰巧被远处的止安看到 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 打算漠不作声地从他们身边经过 哪料却被池鱼一把拽住 别又想着溜 先陪老子去撒尿 而看到池鱼脸上脏兮兮的行为艺术 好意提醒他还是先去把脸洗干净 于是池鱼便逮住止安给他陪着去 而这时的女孩也介绍起自己名叫吉小小 可池鱼显然并不在意 只是静止朝着卫生间走去 来到卫生间后 止安问起刚才的女孩是谁 看起来还算挺漂亮的 说说看你们到底怎么认识的 池鱼一边甩头一边解释女孩 不过是他在天台解救的轻生女 慢慢贴近止安问他洗没洗干净 止安轻抚着他榨毛的头发 你小子是不是又没按时吃药 猛戳池鱼下怀 我可是最讨厌你骗我了 也并不想听他解释的话 气鼓鼓地转身就往教室走去 而突然生气的止安搞得池鱼一头雾水 来到教室止安心事重重 想着刚刚他们说了什么女孩笑得那么开心 突然刚才的女孩又找上了他 傅止安你好 我是吉小小 这时止安才反应过来女孩原来和自己同班 然而凑巧的是池鱼刚好走进教室 没等他对眼前的两人浮想连天 女孩便跑进问他晚上放学有事吗 止安突然插话说他有事 诚认了止安说的话 很快到了晚自习时间 池鱼想不明白这家伙今天为何如此火大 问起止安自己并没说要跟他一起买药 难不成是来大衣服 不料却被止安狠狠地怒皮他避上狗大 一向脾气更暴躁的池鱼可忍不了这个 跳起来就对止安一顿输出 你特妙有本事再说一次 他们作为校园科堂的对象虽说总是半嘴 但要被止安知道 有人敢对池鱼出言不逊 那势必要吃他一记拳头问候 此刻教室里眼镜难正调侃的女同学 哪料女孩也不是好惹的 三两句就给眼镜难怼的哑口无言 当他刚要反驳女孩时 池鱼恰巧走进教室 女孩秒便花痴冲他问走 然而池鱼只关心止安为何还没到 即便是女孩一个劲夸他帅长了 池鱼也并不理睬半句 只是回到桌位蒙头鼓叫 可他刚趴下就听到喧闹的争吵声 原来女同学刘燕子等交了班分 却被综毛污蔑说并没这回事 甚至说出毫无家教的言语调侃女孩 而这时听不下去的池鱼猛的起身 瞎特喵的吵吵啥啥呀 某些人前天还跟人家表白 现在说变脸就变脸可真不要脸 文言宗毛说他哪凉快哪带着去 不忙着去和傅子安搞事管人家闲事干嘛 听吧池鱼当即愣神了 随即抓住宗毛的脖领 你小子怕不是活腻了在这下逼逼 然而宗毛却眼神幸运 你和傅子安的事你爸妈知道吗 应该是爸妈都不要的人 所以才有闲心管别人的事 没等他话说完 指安出现在他身后 那沙包大的拳头煞石便贴在宗毛的脸上 必然愣神的池鱼没反应过来 脑海中闪现出指安曾说过的话 除我之外若有人敢动你 自己定会出手 随着宗毛倒闭 口袋中女同学的班费也掉在地上 指安不禁地教训起来 明明收了班费还在这为难别人 真是个没人管教的丢人玩意 而看到这一幕的其他女同学 也对宗毛嗤之以鼻 随后指安拉起 池鱼就跑出教室 平时不是很冷打吗 刚刚站在那里是在耍帅听像什么 池鱼却回答你不是说没脑子的人才打架吗 自己在爸妈眼里本来就不重要 甚至说在所有人眼里都是可有可无的人 话没说完 指安一把将他揽入怀中 虽然池鱼显得很不情愿 但在指安温柔的关心下 只好享受当下 可今天打架知识很快传到老班那里 怎么也不敢相信 过分优秀的傅指安竟然打人了 稍后指安来到老班面前 老班劝他给棕毛道个欠就算解开误会 可指安却说并不是误会 他就是欠抽 而此刻办公室外的池鱼很是担心指安 突然被教训的棕毛出现在走廊 竟对池鱼一顿恶语输出 池鱼一把将他比在墙角 蝙蝠身上插鸡毛你在这跟我装的鸟啊 这实际同学也说 棕毛真是个不做人事的渣男败累 随后见斗不过两人的棕毛立马慌忙逃走 池鱼看着急小小 你还挺会说话的吗 那你喜欢我吗 池鱼毫不犹豫地回答一点也不喜欢 因为他现在心里只惦记被老班训的副指安 为了教训出言不训的闲眼包 升起仪式两大校草同台检讨 可算是给一众迷妹磕到家了 指安因为池鱼问候了丢人现眼的棕毛同学 正被老班喊去训话 池鱼既担心又自责 临近上课还不见指安回来 刚要气鼓鼓跑出教室去找他 出门却是碰到来学校的指安大妈 叔叔关切着池鱼前阵受伤的事 告诉我是哪个小兔崽子竟敢伤我家小池的帅脸 看我不去扒了他的皮 池鱼急忙解释自己并无大案 阿姨问起关于指安打架的事 这时指安恰巧走出办公室说自己没事 池鱼也只好没在言语 可妈妈担心指安会因此被禁 于是池鱼便说了指安都是因为他才打人了 是因为被打的家伙说话实在难听 没等他向指安一家说完表达歉意的话 叔叔便肯定他打得好 而阿姨则是吵吵着要找老师评评 相信此刻还在自责的池鱼听到这般话里内心是幸福 随后叔叔阿姨邀请池鱼回家吃水饺 池鱼和他们在一起总是其乐融融 指安也说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你们 而且在我心里你是最重要的人 隔天一早教导主任主持升旗仪式 两大校草因为打架事件同台检讨 刚一上台迷妹们各个饭请花吃 只有教导主任老泪纵横 池鱼对着话筒喂喂 各位早上好 整一个检讨办的跟粉丝见面会是 连背头男王霄都羡慕的想加入他们 可身旁的马尾妹子很快就让他泄起了 你也不照照镜子你上台谁看你啊 紧接着便又投身磕笑草的糖了 之后王霄找上指安问他为啥在意池鱼 指安一愣 我又很在意他们 王霄当即化身福尔摩霄 说起他对别人和池鱼简直判若两人 他们在一起总是打尽骂俏 但要有人敢找池鱼麻烦他就很不爽 这难道不是在意池鱼吗 不过也告诉指安自己是不会和他抢池鱼的 闻言池鱼满脸鄙视 仿佛在说合不撒泡尿罩罩自己 可大言不惭的王霄依然巴巴个不停 突然有人狠狠地拍了他的后脖口 来人正视他挂在嘴边的池鱼 抓住他就是一通脑痒痒 指安说起鬃毛他爸妈居然没找自己麻烦 池鱼眼神躲避说那就当这是过去了 可晚间一放学 池鱼就一声不吭地先离开了 原来他是去找自己血缘名义的爸爸 看见后妈来开门池鱼满脸怨气 而后妈见他惊讶中也透露着嫌弃 可当妹妹池鱼问起是谁来了 后妈急忙笑着说是你哥哥回来了 许久不见哥哥池鱼很开心 缠着池鱼撒娇个不停 然而池鱼今天也并没给妹妹好脸色 只顾着上楼找正在工作的爸爸 他爸知道池鱼是因为什么事才来 告诉池鱼不会有人再找你麻烦 可池鱼这次来主要是为了指安 因为王毅父母想要帮他的指安掏精神损失费 而被他偷偷拦了下来 希望能找个律师并给自己一笔钱 可池鱼他爸却说跟自己没关系并不相关 激动的池鱼无奈地喊出一声罢 而他爸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 并让池鱼先出去 离开前妹妹喊住池鱼问他什么时候搬回家 池鱼并没搭理禁止往门外走去 妹妹拦住池鱼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爸妈的事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池鱼回答在你出国前知道的 所以我一直冲你撒娇 你其实一直把我当傻是吧 而池鱼也很果断地告诉妹妹 我不会跟你抢夺家产 也拜托你不要在我身上乱费心思了 一向嘴硬脾气歪的笑靶 今天被指安亲自尝试了后 原来也挺软忽的嘛 此刻池鱼为了指安不被要求掏精神损失费 找上了他的爸爸 可爸爸对此却势不关己高高挂气 而且在他临走前又和妹妹吵了一架 表明了自己对家产根本没那心思 可妹妹并不是要和他谈论这事 而池鱼知道自己的身世是在他八岁的时候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池鱼 某次几个同学欺负妹妹说他是小三的孩子 而这时正好池鱼赶来 狠狠地教训了那几个小爹三 虽然妹妹总感觉池鱼心不对口 但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可当池鱼知道妈妈是因爸爸 开始讨厌这样的家庭厌恶爸爸 可不料迎来了爸爸的一耳光 从此两人关系绝恋 即便妹妹撒娇卖蒙想要留住池鱼 可心狠的爸爸却毫不在意 妹妹在想言语也只能咽进肚子 只因他妈妈怕被池鱼爸爸赶出家门 一直把他当作上位的工具拔了 就连现在他妈妈也只担心财产 另逼着池鱼去探探爸爸的口风 可被刚与池鱼大吵一架的妹妹当机拒绝 而此时的池鱼正冒着大雨往自己住所走去 却在门口看到同样冒雨前来的池鱼 问到池鱼是不是刚才哭了 看你的脸怎么都是了 池鱼嚷嚷着那特喵是下着雨的缘故 是这样吗 我的亲子检查一下 说着便主动贴了上去 确认完毕果然不是泪水 而且尝起来很甜 让人流连忘返 听到池鱼说是甜的 池鱼神色恍惚目光痴呆 差点没想起来开门密码 当他跑进家门拿来雨伞时 池鱼早就冒着大雨回家了 妈妈看着池鱼浑身淋湿 打忙让他冲早换衣服 而自己则是给他做碗姜汤 池鱼乘机问着妈妈做姜汤的方法 而自己则全部用手机记录了下来 还一并发给了池鱼 池鱼智安回味着刚刚的那一碗 平时看着总是狠嘴硬 其实挺软乎的 就连躺在床上 也依然意犹未尽地回味着 突然手机收到消息 原来是池鱼觉得他太小瞧自己了 而且还怀疑他嘴里藏堵 自己的嘴角都肿起来了 看到这的池鱼 也真是被那个憨憨被整笑了 另一边池鱼躺床上呼呼大睡着 梦里上演着王子救公主的戏码 恶龙我们决一死战吧 哪料劫持公主的恶龙竟是紫安 好啊英勇的王子 那我们回家好好决斗吧 男孩因为被学霸藏了一口嘴角 晚上竟给紫安发消息 质问他是不是嘴里藏堵 而且晚上还梦到王子救公主的戏码 嚷嚷着要和紫安扮演的恶龙决斗 好啊英勇的王子 那我们回家决斗 回家后话风突变 英勇的王子却被恶龙反之身下 还被恶龙深情索文打得不可开交 隔天一早迟鱼从梦中惊醒 看着镜子里被咬伤的嘴角 骂骂咧咧的想去撕乱覆紫安的嘴 也是因为做梦 驰鱼再次迟到 可一向横着走的他保安也只好放心 赶到教室时早课已经结束 紫安礼貌性的向他问走 驰鱼却表现得很是气氛 前桌的王霄问驰哥嘴角怎么有伤 是被野狗咬了吗 少扯独子 你特喵才被狗咬了 此刻的驰鱼再也抑制不住心中怒 必把扯过紫安的作业本 你小子先看看你干的好事 我嘴角都起爆了 听见这般言语同学们秒变刮神 没眼力见的王霄还追问驰鱼 难道嘴角的伤是负学霸咬的 不料被正在气头的驰鱼当即教训了一顿 随后上课灵响老班来到教室 说起下个月的艺术节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同学们纷纷起哄终于可以看宅舞 组团玩具本杀了 可老班却说学校已经规定了活动范围 而他们班抽到的是话剧 多数同学已然没了兴趣 这时有女同学提出 演白雪公主行吗 听到是童话故事类型 女同学们很赞成 可男同学们觉得太幼稚 迟反对意见 于是老班只好提一投票表决 最终女生24票支持 男生25票反对 可想看芷安演白雪公主的驰鱼 当即表示自己改票 支持演白雪公主话剧 毕竟傅芷要是不愿的事 她就是要反着来故意气她 课间迷媚季小小找上驰鱼 问她要不要扮演剧中的王子 女同学切语说是 既小小想当白雪公主 而公主和王子又有吻戏 所以才主动拉驰鱼演王子 就在驰鱼还装傻冲廊的 堂塞她演什么王子时 身旁的芷安再也安耐不住了 立把抽走她手中的剧本 并说我决定出演剧中的王子 见识女同学们表示很震惊 傅芷安这怕不是学坏脑子了 要演这种脑残剧 一向对着干的驰鱼又不答应了 说自己很愿意演王子 芷安不禁发笑 哪有你这么弱智的王子 听罢两人瞬间火药味失足 小爷我本不想演王子 但傅芷安要是敢争这王子我当定了 可芷安依旧显得很轻松 争来争去也没意思 不如把机会让给更适合的人 当然你要是执意想演王子 那我大人有大量就让给你吧 想和你在夏天的傍晚散吗 冬天笑着把冰冷的手伸进你的衣服 碰见有趣的事和你分享 你愿意一直和我这样吗 片刻前因为不想再和驰鱼继续争王子意见 芷安独自先回了教室 不巧的是又发现有人塞给驰鱼请书 拿出一看是季晓晓的 突然身后传来驰鱼的声音 芷安立马慌张地揉成一团塞进口袋 看到她那故作镇定的神情 驰鱼凑近问着这般表情是有什么心事 芷安眼神躲闪告诉驰鱼没事 之后两人刚要离开教室 季晓晓晓问着驰鱼写给她的信看了 还没看 等回去再看看 随后便拉起芷安说要带她去网巴放松 在两人赶去的路上 芷安喊着驰鱼 你有喜欢的女生吗 驰鱼顿住脚步回答说没有 芷安支支吾吾半天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吧 文言驰鱼当场傻了 你小子在这瞎说什么 是想当学校唯一的校草才来搞这套的吧 想都别想了 绝对不可能的 驰鱼跟个复读机师的一直嚷嚷着 被误会意思的芷安显得无奈至极 之后网巴里驰鱼化身喷了 一顿操作猛碌 一看战绩铃铛 还怪罪都是芷安影响他发挥 于是芷安便决定好好秀一波 让他看看什么才叫学霸该有的操作 就在他还纳闷芷安到底会不会打游戏 怕坑了自己时 不断传来对方被击杀的语音播报 眨眼的功夫便获得三杀五杀 最终更是逆分翻盘取得游戏胜利 不禁地嘲讽驰鱼要是在键盘上放课白菜 让猪拱都比他玩得好 于是生气的芷鱼便吵着不玩了要回家 跟在他身后的芷安慢慢贴近他 傅芷安你干嘛凑这么紧 即便芷鱼显得很是不爽 但芷安依旧淡定的不说话 指着芷安就骂你才是蜘蛛 也就佩吉老子提携 芷安笑笑 你说什么都好都对 无奈的芷鱼蹲在地上说他真没劲 芷安告诉他不管说什么自己都能接受 希望我这么说你能够听懂 不明深意的芷鱼问他到底什么意思 芷安俯下身子轻浮着芷鱼的脑袋 我所表达的大概意思就是 能和你在夏夜的小路上散步 冬天让你温暖我的双手 碰见稀奇古怪的事第一时间分享给你 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芷鱼并没说话只是害羞的微微点头 可之后的一星期芷鱼一直没到学校 芷安神情失落 王霄安慰他池哥肯定是有事 再者说他爸还刚又捐了体育场 肯定不是偷偷转学 可即便这样芷安依然无几大财 甚至在排练时依然想着 芷鱼是不是因为想要拒绝自己才不来学校 今天就让校爸告诉你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那便是有好吃的第一个会想必与他分享 而且那个他也只能是傅芷安 因为芷安向芷鱼诉说了对两人未来的期许 可能是芷鱼一时难以接受 接下来的一星期里他都没来上学 导致牵挂他的芷安在排练时总是出错 于是大家纷纷劝他先回去休息 可就在他要回去的路上 听到了熟悉的争吵声 消失一周的芷鱼回来了 而且还带来一只小狗 可一见到芷安芷鱼显得非常害羞 芷安本想问问情况 芷鱼却先开口说我捡了只小狗 挺可爱的你会喜欢的吧 之后两人边走边聊着 芷鱼讲述了捡到小狗的全过程 说小狗或许是生病了而被人抛弃的 芷安便提议说先去宠物医院检查一下 来到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帮小狗冲早清洁 芷鱼说起芷安提到的喜欢他的事 自己有认真想了好些天 他从来没遇到彻头彻尾喜欢他的人 因为每个说过喜欢的人都不见了 自私的爸爸只喜欢他自己 妹妹芷鱼最喜欢的是他妈妈 而且连疼爱自己的母亲也突然离开 所以芷安口中的喜欢让他有些心慌 也不知道这份喜欢会持续多久 略显深沉的话说玩吃鱼夫吃一小 说起自己今天去了一场 买了些橘子特别的甜 而且当时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 要是回去能和傅芷安这个傻子一起吃就好了 文言的芷安小脸微微泛红 不过因为照顾小狗橘子都没压坏 边说着边凑近芷安 偷瞄着芷安的神情 把仅剩的一个好橘子递给他 结果橘子的芷安此刻大脑一片空白 我觉得可以 听到这话芷安备受感 一把将池鱼揽入怀中 对你的喜欢让我快要窒息 芷安深情款款的向池鱼道明了自己的心 于是在接下来的学习时光里 池鱼要是碰到不会的问题 芷安注意到后会立马帮他解答 还时不时会主动撩他一波 撩完还要送上一个见兮兮的笑 当然池鱼看到芷安和别的女生有交流会粗意大发 生着闷气说服自己好好学习 奈何他与英语单词只混了的脸书 无奈的池鱼只能拿起卷子折磨自己 英语真特妙是太难了 突然芷安上前拿走英语视觉 要是觉得男女不学也可以 毕竟一个家里完全不需要两个人的英语都好 遇上年人校草学霸工该是什么体验呢 会主动带池鱼探班自己排练 看到他和别的男生举止亲密 醋坛子打翻当场和男生球技较量 见池鱼被英语折磨的一个脑袋两个大 芷安上前开始骚话安慰 学不进去就干的 咱家有我英语好就够了 因为此刻是在教室里 闻言的池鱼修得小脸痛苦 本想自己好好学习 可同桌的芷安却一个劲往他身上贴 池鱼只好呵斥他莫挨老子 于是接下来的芷安变得一场老实 也不再和他说话 直到下午放学才主动邀请他陪着自己去排练 但池鱼觉得太过弱智并不想去看 然而下一秒两人便同时出现在排练时 带媳妇探班的芷安心里美滋滋 看到两人一同前来迷妹妹也磋了 可池鱼却吃起醋来 想起那晚留宿芷安家里的情景 真没想到这家伙连闭着眼都这么好看 突然排练完的芷安走到他身前 正一想连篇的池鱼被吓了一大脑 急忙拿起背包干大的袍子 随后收拾着排练室的芷安往窗外迎望 看到一位穿球衣的陌生男子和池鱼勾肩搭背 顿时脸色大变 扔下手中的假数道具 气骨囊囊地就冲球场走去 球场上池鱼运球准备上来 突然传来芷安喊他的声音 跑上前问芷安是已经排练完了吗 可没等他们多交流两句 就被球衣男催促到底还打不打球 芷安接过篮球 打呀 我要替他和你打对抗 闻言球衣男很是不屑 好小子 一会丢人了可别哭啊 很快球赛开始 芷安便送给球衣男一记大帽 快步追上飞行的篮球 一个猛跳准备上来 而球衣男防守失败不说 还将自己重重摔在场上 这一幕直接给池鱼看傻了 之后见自己不是芷安的对手 球衣男也只好和同伴灰溜溜的离开 芷安问芷安为什么看起来火气很大 话音刚落便被芷安一把拢住 你就这么喜欢撩衣服 芷安这才明白芷安刚才的表现是为何 芷安问他说我现在很不开心怎么办 突然被这么问的芷安意识慌了神 然而芷安想着吃醋的明明是自己 这家伙为何显得如此便宜 随后芷安喊他赶紧回家吧 芷安从身后抓住他的衣服 傅芷安我有话跟你说 认识这么久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喜欢你 而之所以不敢表达 是因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 终于等到这句话的芷安 抓起池鱼的手放在胸前 其实我也一样 但你小子为什么今天才说 纯情笑草学霸忠实等来笑霸的告白 从此满眼是他为他发烧 连妹妹想打池鱼的心思都不得行 此时篮球场上又见笑霸小脸羞红 然而护到心意的芷安满是心味 开心到嘴角差点裂到后弄手 芷安倾抚着池鱼那炸毛的头发 却被他有意躲闪不让碰 刚刚还情义浓浓的小家伙 竟有两幅面孔呢 芷安在他头上默默嗖嗖 差不多得了 你在这摸狗了吗 然而芷安却说今天之后 不知该怎么保护他 以前只需要防着女孩子 现在连男生都打你主意 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文言池鱼眼神略显不离 那你还不快讨好了 说不定看你可怜 发发善心就和你凑合一辈子 可芷安却说先等他成年吧 等池鱼成年自己会好好讨好他 见芷安总是烧礼烧气 池鱼直接扔书包砸他 随后便气骨囊囊地往家走去 两人正在大道上走着 撞见几个小别三欺负一名女孩 在看清女孩是妹妹持音后 池鱼立即上前制服了领头的小子 本以为妹妹会感激他 却不料被说他爱管闲事 小别三祈求他有话好说先松开手 但不明真相的池鱼根本不惯着他 然而得知妹妹是买酒没给钱 而且芷安也示意他别动手先解决问题 池鱼便询问妹妹欠他们多少钱 可打开自己的钱包一看只剩一个钢棒 堂堂持家大少爷恨不得直接钻地方 随后也只好消费自己的银行卡帮妹妹 池鱼走后 池鱼一直盯着妹妹看 怎么了学长 是被我迷住了 池鱼微微一笑 第一次见到跟我同一副嘴脸的人 多看几眼还真挺个婴人的 而且也警告妹妹最好别再打池鱼心思招惹他 哪怕是发生意外也和他八肝子挡一招 听到这话妹妹反驳指安哪来的资格管他 看着结完账返回来的池鱼 以前可能没有 但现在有资格了 池鱼也注意到两人气氛很是奇怪 刚要询问 妹妹却着急忙慌和他挥手道别 怕他一个人不安全想去送送 却被妹妹拒绝说他家教太严 自己就不趟那摊子浑水了 听到家教二字池鱼一时猛瞪 讨问指安妹妹刚才那话什么意思 指安再一次不顾形象的烧起来 告诉他别多想 只是在夸他帅气乖巧又听话而已 身边有个烧里烧气又会撩的学霸 论谁不想化身 池鱼体验一波 自打两人确定关系后 甜蜜的时光每日都在上面 很快时间来到艺术节彩排的日子 池鱼气喘吁吁的跑到食堂来找指安 然而指安早在食堂等他许久 真少见 今天居然没带床 本不带床的池鱼稍显不屑 可没等他屁股坐稳 指安便摇起两个馄饨还特地吹吹凉 来 快张口 我喂的更加好吃呢 然而池鱼却说并不想吃 但架不住迷妹们期待科堂的目光 即使依旧觉得有些丢人 但最终还是害羞地吃了 指安见他没把汤喝干净 小家伙怎么能浪费食物呢 说着便将勺子里的汤喝得一干二净 早餐过后池鱼也来到艺术节表演馆 满脑子都是与指安共进早餐的画面 突然王霄高喊着池鱼 可是把思绪打乱的池鱼惹毛了 痛斥一番王霄后 立马又跑去后台准备试探班 探出头搜寻到新信念的指安 看到他热得满头大汗 快步向前递上纸巾帮他擦汗 眼瞅着两人越贴越近 可这时报幕员却喊表演白雪公主的同学饥渴 于是池鱼又害羞地躲开 指安也真是对这个容易脸红的家伙没者 然而就当他们准备上台表演时 有人说弹钢琴的陈同学晕倒送医护士了 没人弹钢琴的话节目也无法表演 指安目光锁定会弹钢琴的池鱼 池鱼也只好无奈地临时顶上 穿上燕尾服的池鱼化身钢琴王子 场下观众纷纷对这个帅气笑霸爱慕不已 而当池鱼开始深情弹奏 悠扬动听的旋律更是惊呆了众人 连场下的老班都对他刮目相看 舞台上的指安小声夸赞西夫真棒 顿时一阵害羞席着而来 但丝毫不影响他弹奏 白雪公主表演结束 场下观众纷纷战力鼓掌 表演组也感谢池鱼帮了大忙 可当他和池鱼正为目传情时 纪小小突然挽住池鱼就亲了一口 这可是给池鱼下一大条 毕竟指安也在场了 池鱼意识到大事不妙回头看向指安 可指安早已变成消失的困 同学凌川拦住池鱼 说纪小小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真的喜欢你 不料却被池鱼呵斥他好狗不倒倒 而且当事人也让他别拦着池鱼 毕竟这都是他的任性造成的 此刻的池鱼全然不顾他人目光 发疯式的跑出去寻找傅指安 想让笑大闭嘴的方法千千万 看到这一幕的指安直接气到原地消失 池鱼发疯式的翻越围栏去找他 在公园寻找许久后 终于在喷泉处找到了指安 副指安跑这里是要泡澡吗 池鱼话音刚落 近看到满脸写着不开心的指安在抽滑子 喂 你这家伙赶紧给我灭了 可还在稚气的指安根本不搭理池鱼 见他意识不到抽烟的危害 池鱼拿起手机便给他磕扑起来 神圣叨叨地说了一大堆 这给指安听的属世不赖反了 捏起他的小脸蛋就贴了上去 别巴巴了 这下你也抽了 所以现在能不能闭嘴了呀 本以为池鱼被这样一撩肯定就老实了 然而却被他嫌弃指安稳计一般 原来你就这两下 没长舌头吗 指安一听立马表示懂了 用手捧住池鱼的脑袋就说要实践一下 没等池鱼反应过来 指安便霸气地找回了场合 池鱼老师所言 是刚才这样的感觉吗 池鱼连连称赞 不愧是学霸还会举一反三 不过指安却挑里说 他刚才怎么不闭眼睛 隔天别的同学都在做课间操 而他们俩却在教室里窃窃私议 这么猴记不怕被人看见吗 指安回应他我都不怕 你富士八有啥好怕的 文言池鱼再次被他这烧气的言语羞红了脸 可抓住机会的指安当即就贴了上去 可还是担心被人看到 池鱼立马跑出教室 不料却撞上了一位光头老师 光头男将他俩喊到办公室 质问他们是不是在交往 而且说有同学看到他们在公园发生的事 正当池鱼还在担心自己是不是连累了指安 指安却大方承认我就是喜欢他 老师您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听他这么有勇气光头男讥笑一声 随后便开启言语攻击 说他们传播不良风气 要是心里有缺陷应该趁早就医 池鱼一听当即和他对质 要不要我给您展示一下什么叫心理缺陷 见他如此态度光头男满是愤怒 要再敢耍嘴皮子就把你们家长喊了 甚至嘲讽他们两男生少在这给我眼生气 这话属世惹怒了池鱼 恨不得给他两电炮 突然老班推门而入 呵斥光头男凭什么罚他的学生 即便光头男拿瓶职称想压老班 但老班依然选择了先护着自己的学生 随后老班将他们带回办公室 让他们把没做完的卷子带回家完成 不过的让指安先留意下 因为他的父母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池鱼听爸当即就决定你要留下 可指安让他先去拿书包等他 虽然他俩的是可能遭来身边人的反对 但两人早已认定对方 也绝不会放弃这段彼此兼刚确定的关系 男孩与校爸在公园简单的交流学习 胡料却被同学举报给光头老师 光头男将两人带回办公室 教育批评一番不说 而且还呵斥他们必须叫家长 好在老班及时赶到暂且护住了两个 也到明指安的爸妈已经在来学校的路上 当然在池鱼走出办公室后 发现原来是眼镜男高的女 你最好祈祷父指安能好好留在学校 不然你也别想好下去 眼镜男怎么也没想到 池鱼会在学校对他出手 也只能怪他不了解 池鱼对池鱼是多么重要 办公室内妈妈并没指责池鱼 只是说他成绩很稳定 正常发挥就能考上一大 因为学习压力大产生逆反心理也很正常 希望池鱼能跟老师解释清楚 这次的事只是误会 可池鱼却回复妈妈并不是误会 自己就是对池鱼有了特殊感情 谈话结束后老班送走池鱼父母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池鱼的思绪被拉回 刚遇到池鱼那回 小时两人上了同一所初衷 而且池鱼也频繁出现在他的视线 这时池鱼才反应过来 原来池鱼一直都陪伴着自己 晚间池鱼回到自己的住宿 妹妹又莫名其妙地找上了他 见面总是先会和池鱼打去开玩笑 说起他老班今天往家里打电话了 希望爸爸抽空去趟学校 意识到池鱼这次可能真的闯祸了 此刻池鱼依然默不作伤 在得知并不是因为打架之类的错误 妹妹便猜到是他和傅池鱼的事情被发现 被猜到新世的池鱼略显惊慌 局外人的妹妹将一切都看得很痛 因为当他俩在一起时 池鱼就跟吃汉一样盯着池鱼 不过妹妹也劝导池鱼别太担心 要相信傅池鱼能处理好这件事 可即便这样池鱼依旧怕自己耽误了池鱼的前程 隔天池鱼顶着熊猫眼来到学校 看得出他还在为昨天的事担忧 于是池鱼便将狗腿子王霄赶出教室 王霄这次比较机灵看出了池鱼的意思 随即便跑出教室给他两望风 池鱼一把拽起趴在桌子上的池鱼 看到池鱼满脸的失落与担忧 池鱼告诉他我们之间就不要上演狗血八点当剧情了 自己也绝不会放弃这段关系 也不许池鱼转学 池鱼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自己的 见你第二眼的时候 因为第一眼见你失脸太臭了 听罢池鱼主动拦住池鱼 两人就这样静静地享受此刻独处的时光 然而门外的王霄注意到 两个不好惹的家伙正要来教室 刚要通风报信让他俩注意一下 这时池鱼也恰好走出教室 臭小子满脑子黄色废料 要不要老子给你倒倒 身为学霸只安甘愿多年陪伴他走路 只因心里早已坚定地选择了池鱼 即便现在遭到老师和同学的冷眼 互相奔赴的两人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段关系 此刻有老师带话说主任找他俩 在两人去办公室的途中却传来充满恶意的言语 又是那个眼镜男说他们关系不简单 甚至想让坐在前排的王霄也八卦八卦 可一向对池哥抱有敬意的王霄立马就回怼他 一旁的季晓晓也嘲讽眼镜男 真是瞎吃萝卜操闲心 也不看看自己的德行 然而气急霸坏的眼镜男当场就要扇女孩一嘴了 这事王霄上前挡在女孩面前 臭小子不要太过分了 说着就给眼镜男当头一记铁头弓 直接给那家伙干倒在地 本不想理你 还真当自己是盘菜式的意志巴巴不停 另一边池鱼和梓安来到办公室外 梓安想要查看一下池鱼的手机 池鱼却有意躲避说现在的关系还不至于查手机 其实池鱼只是想看看池鱼爸是否有威胁他转学 毕竟心里也很怕池鱼突然的离开 刚想表达他也怕与梓安分开时 办公室传来主任和梓安父母的对话 说希望梓安能换办 别被池鱼那样的富家公子拖下手 文言池鱼瞬间恼火 刚要推门进去反驳 传来爸爸和主任辩解的声音 说池鱼根本不是他口中所说的那帮坏孩子 而且关于是否要换班这事 也应该交给两人自己去做决定 随后池鱼父母刚走出办公室 便看到在门外等候多时的两人 池鱼刚想解释他和池鱼的事 妈妈却说只是来和老师简单的沟通 见外面快要下雨特意给池鱼留了板鱼伞 并且邀请池鱼晚上去家里吃饺子 一向很喜欢叔叔阿姨的池鱼 这次却是泪流满面的说下次一例 晚间放学 池鱼和池鱼一同回家 半道上池鱼却让池鱼先回去 开玩笑说想今天剩下的路你自己走 而我选择打车 池鱼还傻傻地不知道池鱼所为何事 原来他是要去林园祭奠自己的母亲 在池鱼一人回到家后 妈妈主动说起他和池鱼的事 她从网上了解了到一些信息 虽说两人从小一块长大产生特殊情感能理解 但随着年龄增长会觉得当初只是思想不成熟 劝导池鱼趁早放手 别等到新鲜进过了给彼此造成更大的伤害 然而池鱼却说自己对池鱼并不是新鲜感 而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怠奇 爸爸也劝说池鱼这种情况会遭到很多提示 这条路会很难走的 可对池鱼来说若没有池鱼路才会更难走 而妈妈依然担心他们将来要怎么办 别看现在他和池鱼还挺好 可最后或许依旧没有好的结果 分开 有没有结果我自会确认 而且唯有与池鱼一起是自己是开心的 也拜托父母能成全他和池鱼 这时收到钟表的整点报时 妈妈才想起来今天是池鱼女心的记忆 他们也是这么多年来投资忘掉这个特殊的日子 然而此刻的芷安早已拿好雨伞准备去找池鱼 而且看着芷安离开父母也并没再劝阻他 南海与笑霸青梅竹马双向奔赴 父母得之后虽然嘴上劝阻他们未来的路并不平坦 但因为芷安所喜之缘 是他们看着长大的池鱼 加上芷安是打心底里认定并选择了池鱼 他们便也没再过多阻谋 得知今天是池鱼母亲的忌日 芷安决定去陪池鱼 来到陵园后池鱼正冒雨跪在母亲的墓前 她也发现了赶来的芷安 芷安刚来到她身边 芷安起身打算离开时 芷安跪倒在阿姨的墓前祭拜 相信池鱼这一刻思绪万千 祭拜完后芷安看着雨中的池鱼 雨滴和眼泪早已将她面容打湿 芷安告诉池鱼我和你一样难受 来抱抱吧 可这时的池鱼居然又害羞了 芷安随即将她揽在怀中 不管是芷安还是池鱼 相信只有这个拥抱 才能安抚这一刻两颗悸动又难过的心灵 晚些时分两人一起回到池鱼的住所 可这家伙竟还有一房着芷安 怕他偷偷记住房门密码迟迟不安 然而芷安还就是要知道密码 即便她飞快的输入 芷安依旧看出了密码是自己的生日 刚要问池鱼确认 却发现人早消失在眼前 等芷安关上房门后 芷安已将校服脱掉扔给了她 告诉芷安里面还有灵律姐 先去洗干净后再随便找身衣服穿 芷安打去说一起不行了 可被卧室还有毒味的芷安当即就给拒绝 片刻后芷安洗完走出浴室 而这时芷安早已在外面等她多时 傅芷安你干嘛一声不吭的就跑进来 芷安以为芷安要对她涂谋不满 然而芷安只是因为隔壁没有吹风机 特地跑过来吹头发的 洗漱完后两人安静地躺在床上 芷安问她怎么还不睡 芷安说今天有点后悔 当时就应该牵起芷安的手 告诉妈妈这是自己喜欢的人 芷安笑着说那就下一次吧 下一次我打扮得体面一点再去嫁阿姨 芷安言面色羞红 傅芷安你还真特秒讨人血 相信不管是作为生日礼物的对接 还是年夜饭某人亲手包的脚 恐怕都没有将彼此真正交给对方的幸福 此刻两人在芷安家里 芷安当然是内心乐开了话 可这却引来池鱼嘲讽 天天把动漫人物喊女友也不嫌害臊 问起妹妹是否有准备礼物 该不会只顾着贪婪忘记了吧 然而妹妹接下来的表现 才算是送到芷安的心间街上 祝你生日快乐呀姐夫 这一句属是给芷安叫的心里美滋滋 芷安许愿完后几人吃了蛋糕 之后先将王霄和妹妹送走 在芷安准备送池鱼回家时 芷鱼喊住她等下再走 我的礼物还没送吗 这么着急做什么 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戒指盒 还故意说自己只是在街边随手买的 只是觉得戒指很配芷安 并不是什么所谓的情侣推荐 话没说完芷安便注意到她脖梗上的项链 于是便上手拉芷鱼的项链 你看果然和刚才的戒指是一顿 哎呀怎么两个长得一模一样 芷鱼顿时尴尬的漠不作声 看穿她心思的芷安笑得何不容嘴 芷鱼则是呵斥她不要闹 再笑给她头锤宝 很快到了年三十的晚上 芷鱼正在家独自娱乐 芷安发来消息关切着考试成绩如何 一向不看重这些的芷鱼表示还好 而当问齐宇文成绩有提高美 芷鱼只好老实交代根本没及格 芷鱼告诉她正和爸妈准备年夜饭 包了一大盘的猪肉馅饺子问她要不要吃 然而芷鱼却只喜欢吃虾人馅的 说罢便又戴上耳机继续玩游戏 片刻后芷鱼带着饺子找上了芷鱼 因为知道密码所以直接走进家门 这时的芷鱼正喷队友真菜 我家狗都比你玩得好 突然耳边传来汪汪两声 你刚才是在偷偷夸我吗 原来芷安是特地给她送年夜饭的 而且是自己亲手包的瞎人馅饺子 可芷鱼却不相信她还有会做饭的手 被怀疑的芷安更是兴趣大增 不相信我会做饭 那要不先做点别的让你见识一下 因为芷安很了解芷鱼也想不赢 可看着她期待地闭上了眼睛 芷安却在此刻及时刹车 问起她有没有给自己准备新年礼物 并没准备的芷鱼稍想慌张 甚至说芷安不过也就准备了饺子 但自己现在并不想吃 芷安一把将她从褚子上抱起 虽然挑事很不好 但我现在想换个礼物送你 你看看我这个礼物你可还喜欢 要说会撩会来是孩子是学霸 年三是把自己当礼物送给芷鱼 连以为甜蜜深夜就此展开 不料却被芷鱼叫停 说自己这次要换到上面 然而芷安了解她恐高 还是保持原有在下比较好 可不速之客的到来却又打断了两年 芷安下床开门竟是一位陌生阿姨 受芷鱼她爸之拖钱来做年夜饭 文言好事被破坏的芷安 当即便打发走了阿姨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小插曲后 芷鱼也早跑到床下准备吃饺 愣着干嘛 快过来小爷赏你一个 她也只好收拾情绪先吃饺 新年第一天两人约了朋友去游乐场 在一片花痴少女的夸赞声中 终于等到了赴约的王霄和吉小小 这次王霄很懂事提早做好了游玩攻略 第一项便是玩过山车 然而芷安却说就把池鱼排除掉吧 说池鱼恐高可玩不了这么刺激的效果 生怕芷安说出昨夜两人之事 池鱼急忙让他闭嘴别再道道 而且还第一个登上过山车 芷安不禁扑斥一笑 别怕 爸爸来保护你 我也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毕竟谁让我那么稀罕 何选能体验了刺激的过山车后 王霄和池鱼浑身颤抖直放东西 紧接着就是庸闯鬼屋 芷安故意刺激池鱼要是害怕咱就不进去 可一向懊惯了的肖爸怎会放弃 拉起芷安就奔鬼屋跑去 几人进入到鬼屋后 害怕的池鱼全程大气不敢喘 也是没想到王霄胆子也小得可怕 鬼屋NPC蹦出来吓唬两人 芷安一脸淡定 劝NPC换个目标 毕竟吓唬一个快晕过去的人也没啥意 鬼屋出来后 池鱼和王霄惊魂未定 连上厕所都颤颤巍巍 这时吉小小主动和芷安搭话 满脸失落地告诉她自己马上要出国 见死皮赖脸的情敌要离开芷安助她虔诚似己 当然吉小小也说起之前被芷安拿走情书的事 看似聪明的脑袋对付情敌的手段也挺一般的 芷安笑笑不说话 女孩也猜出她一心是为了池鱼 不过想来池鱼跟她也总好过被别的女生抢走 羡慕嫉妒她不但陪伴了池鱼天真的童年 而且接下来芷安又能陪伴池鱼走过更多美好的日子 那你就嫉妒吧 反正池鱼不会是你 女孩听到哭笑不得 数若芷安果真不是啥好玩意 看着芷安得意忘形的样子 女孩突然间扑到芷安怀里说祝你好运 这时恰巧芷鱼和王霄上玩侧风回来 芷安早猜到吉小小又对自己耍了小心思 就一抛尿的功夫你俩就抱上 芷安只是笑笑并没过多解释 想要给芷鱼一个爱的抱抱 却被正吃醋的池鱼拒绝 然而芷安依旧追上她强行抱怒 要乖呀 别整天搞得那么不开心吗 前一天两人还拟蒙我农勇士困 可没过两天芷安便被告知 池鱼并未来学校或已经转学 甚至连电话也打不通 此刻游乐园玩耍一天的两人感情持续升温 池鱼讲起芷安在过山车上曾说的话 自己对她的心意完全一样 隔天补习班里芷鱼独自刷题 或许是芷安不在她也心不在焉 可这时芷安突然出现 拜托啊 做题能不能认真的啊 是不是又在偷偷想我 池鱼当即呵斥都是因为她 不但不陪着自己还深夜放肚 芷安想起之前 池鱼执意要报英语补习班 便搪塞说这都是在考验 她是不是三分钟热度 而且现在就是特地来陪她学习的 池鱼问到 芷安打算志愿填报哪个学校 说是一所著名的医科大学 看着池鱼疑惑不解的神情 芷安解释说上一大事打小的梦想 毕竟自己天生就是要去救死扶伤的 文言池鱼只觉她在胡扯 只好继续认真刷题 芷安看着眼前的池鱼 脑海中回想起前些天 家里饭桌上谈论的事 是关于池鱼妈妈为何跳楼 爸爸告诉她当时温华阿姨心如死灰 才选择跳楼离开这个世界 妈妈也说阿姨患有抑郁症和心脏病 那天更是受到小三的短信刺激 所以才会撇下年幼的池鱼悲痛痛 回忆结束芷安神色忧伤 拿起手机查询心脏病是否会遗传 然而池鱼注意到她一直盯着自己看 说她别阻止一副肉麻的眼神 突然芷安拍桌而起 毕把将池鱼揽入怀中 答应我能不能不要离开我 毕连猛逼的池鱼只好答应她 然而芷安手机里刚刚的搜索结果 却并不乐观 隔天芷安刚来到学校 王霄就慌里慌张地找上了她 说池哥没来学校 会不会是已经转学了 在确认了池鱼真的不在校时候 芷安急忙打电话试图联系到池鱼 可电话提示对方手机已关机 于是芷安跑到池鱼家里 然而家里也并没有池鱼的声音 看着池鱼曾送给自己的对接 戒指买得太大了 只能当做项链的大傻子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正当他悲痛万分之际 池鱼的爸爸也来到这里 十月底你来这里做什么 池鱼的爸爸说也安排了池鱼出国学习 但被他发现所以离家出走了 自己也是来这里找池鱼的 芷安找回离家出走的池鱼 在两人一番深入交流后 他也开始劝说池鱼为他们的将来能出国深造 不过刚从池鱼他爸口中得知要送池鱼出国的事 芷安很是气愤 也是第一次和池爸当面对峙 一个父亲究竟的多不负责任 才会把亲儿子扔掉两次 要换作自己绝不会对池鱼撒手不管 可池爸却并不回落 并且站在一个父亲的立场上告诫芷安 以池鱼现在的成绩来看 送他出国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自己已下定决心不会来 劝说芷安早点放弃池鱼 芷安听爸当即夺过他手中的血压 想当父亲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自己的问题 池鱼闻不惯烟味在这下抽什么 并告诉池爸自己是绝不会放手的 说完便毫不客气地离开了 大街上芷安一心想着池鱼到底去了哪里 等找到他定要好好数落一番 为什么一声不吭就消失不见 然而当他刚走到一条街角深处 池鱼正蹲在墙角瑟瑟发抖 小笨蛋怎么一个人蹲在这里 还故意打去说池鱼戒指买大 是不是个负责售后啊 因为池鱼蹲得太久双腿发麻 毫不意外地扑入池鱼怀里 大冷天的没动坏你 等下带你去个好地方暖和暖和 然而到地方后池鱼却脸色大变 原来池鱼所说的暖和地竟是酒店 两人来到酒店后池鱼先去洗澡 池鱼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进展如此神速 而当他看到池鱼脱衣服的画面后浑身燥热 跑在房间里放了很多水 为使自己冷静池鱼蹲蹲蹲将水尽数喝光 可这并没让自己去除燥热 反倒是肚子开始难受 跑到卫生间想上厕所 但因为池鱼还在洗澡没法进去 可他实在憋不住一个猛推卫生间大门被推开 自己再一次扑进了池鱼怀里 池鱼注意到池鱼正在打电话 避免打扰想要离开 池鱼却故意说 妈 今天就不回家 晚上我和池鱼一起住酒店 在两人一阵亲密问候之后 池鱼竟也说让池鱼去米国吧 文言池鱼很是气愤 说着便要离开酒店 池鱼急忙挽留想要解释 你不是也想我走吗 那我现在就管还不行吗 但池鱼并不是他所理解的意思 必把将他扑倒在床上 我这辈子认定你了 你到哪我都不会放手 最终池鱼在池鱼的安抚下慢慢冷静 自己之所以也同意他出国 是不想池鱼为两人的将来冒险 也希望池鱼这次能听他的 毕竟池鱼的英语不差 去到一个纯英语的环境里 他会成长得更难 而这恰恰是他们能有长久未来的最佳学 离家出走的池鱼葬回到了池鱼的身边 也答应了他出国学习的建议 不过走前两人还有件重要的事要做 便是办理小白的合法领养手续 清晨池鱼来到学校外找池鱼 因为自己已经决定出国便没去上课 片课后池鱼跑出学校大门 你来多久了 冷不冷啊 然而容易害羞的池鱼听到这话不禁的小脸通口 问池鱼是怎么搞定难缠的门卫大义的 聪明的池鱼说是老师让来抓翘课的他 三言两语就混弄过子 而且即便这回也在上课 但老师讲的自己都已经学会 完全可以不用停 更重要的是很想和池鱼待在一起 哪怕是别人投来一样的目光 此刻已经打算出国的池鱼 也并不理睬 反倒是握紧了池鱼的手 随后池鱼说要带他去个地方 来到收养小白的宠物医院 许久不见小白池鱼很好是开心 工作人员告诉池鱼领养手续已经办好 交完钱就可以带走了 而挚幼的麻烦掌管经济大权的池鱼 随后在他们临走前工作人员询问他们 要不要一起拍照作为留念 当然要拍 而且还是我们三个一起 将来也是要和男朋友一起养小白 咔嚓一声工作人员帮他们记录了这美好文可 拍完照后池鱼说池鱼怎么这么多 生怕别人不知道两人的关系是 然而池鱼恨不得把他揣进口袋里 时刻不分离还能随时拿出来炫耀 之后的几天里池鱼没来学校 池鱼脸上也在没有网日的笑话 看到有人占了池鱼的空吻 池鱼顿时火气冲天 骂骂咧咧让他们赶紧都拿走 不单单是女孩的卷子 任何人的东西都不能放在池鱼的位置 前排的好兄弟王霄注意到池鱼风模式的举动 开始担心池鱼不在他可怎么办 于是在池鱼临行前特意招待他两人 三人边吃边聊畅谈未来 因为池鱼不胜酒力 暈呼呼的趴在桌上一声不吭 池鱼以为他是困了想的先送他回家 但看到池鱼那充满爱意的眼神 才明白这家伙是喝高了 趁着酒一问他喜欢自己吗 喜欢 打小就开始喜欢上了 说着便摊在池鱼的怀里 可不凑巧的是他爸打来电话 向池鱼质问着池鱼的情况 而且说要亲自来接池鱼 之后池鱼将他送上他爸的车 依依不舍的和他做着最后的道别 在那边一定要好好的 我会等你回来 怒送着池鱼离去 池鱼内心五味杂陈 王潇问他要是早知道会有这一题 你还会坚定地选择吃鱼吗 池鱼告诉他会的 即便知道会和池鱼分开 自己也还是会和他在一起 两人以前的种种如走马登班 在池鱼的脑海里闪躲 他相信这次两人也只是短暂的分离 只是一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接下来这段没有他的人生 人生汉事十至七八 今天是池鱼出国的日子 而池鱼因为模拟考试 紧敢慢感还是没能送他一程 教室里正组织着年度校考 发卷时候排同学是一指安 能让自己参考一下 可考试刚一开始指安就疯狂答题 时间刚过半他就答完了所有题目 起身示意自己要提前交卷 而且希望老师能归还手机 指引代会要给池鱼打电话 老师见指安平时表现良好 所以答应这次先给他手机 刚出教室门便打给了池鱼 说自己已经考完一场 询问池鱼行李收拾的怎么样了 嘱咐他一定带好所有需要用到的东西 等下场考完就敢去机场送他 可池鱼怕他耽误考试 并不想麻烦他 而且考完后时间也会特别短 即便指安说自己答题快也不行 自己又不是小学生不必去送 劝他别在墨迹讨打 很快下一场考试 指安也提前交卷 却被监考老师说附加提也必须做 指安找理由说自己不会想搪塞过去 但老师显然不吃他这一口 也告诉指安他和池鱼的是自己有听说 他并不是想指指电点 只是如果指安因为送池鱼而不好好考试 那就说明池鱼的确是给他代学了不好的影响 而且也是向别人证明了他们就是错 在老师如此言语 下指安也只能又回去答题 另一边池鱼飞机也马上起飞 自己终是没等到指安前来送行 好玩式的指安飞速赶往机场 可池鱼搭乘的飞机早已起飞 很快池鱼抵达米国安全落地 已和学校派去的接待人碰巧 坐上接待车后刚一打开手机 便收到指安发来的消息 关切他是否已经到达目的地 想来这点在国内是凌晨四点 指安告诉他自己梦到他刚刚醒来 数月后又是学校的模考 指安一放学就急忙赶回家里 拨通池鱼电话问他怎么不接视频 而且已经好几次了 自己真的很想见见他 一边说着很想池鱼 一边又后悔同意他出国真的对了 池鱼最终还是和指安打个视频通话 傻瓜 现在看到了 你能放心了吧 然而指安注意池鱼脸上有伤 问他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要是再有人敢欺负他自己第一个不答应 池鱼听完也是感动的想象 怎么你不信 我现在不仅个头高了还练出了八块腹肌 两人玩笑结束池鱼满脸忧伤 不知道两人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想着要不要现在立马飞回去见一面 历经一个岳父于CP中式迎来莫照 指安为了池鱼选择了可作交换生等大 坚定不移地奔赴米国与他团聚 时间很快来到高考前一天 有个女生向指安表明喜意 指安说自己有喜欢的人而婉拒了他 可女孩却说自己可以等 指安对他这死缠的举动很不赖反 就在两人纠缠不休时突然有人喊他 傅指安你俩在这干嘛呢 指安见识立马将他揽入怀中 别生气是不是等很久了 然而指安便拉起他说刚好也顺路一起回家 刚一到指安家指安便迫不及待 说家里父母都不再回去也没意思 而且自己还把家门钥匙弄丢了 指安一脸坏笑钥匙丢了 说着便从指安衣服都掏出钥匙 丢了那这是什么 在这骗二傻子呢 见状指安拿过钥匙直接丢到一旁 都怪我没藏好 别提钥匙了咱们赶紧进入正题吧 你不在的时间真的好想 说着便朝迟余吻了上去 你呢 快说你也很想我 而且指安手上的动作也一直没停 可突然迟余打断说自己没洗房 先等自己洗完澡后再锻炼 片刻后迟余洗完走出浴室 指安从身后一挡抱住他 今天怎么洗了这么久 本想抱着他去房间 见他不愿意只好滴溜着他 只要等一下你能听话怎么都行 于是趁着夜色 两人尽情地弥补了这段时间对彼此的思念之情 虽然迟余还是一如既往的害羞 但指安这次不再磨磨唧唧 事后指安告诉他后面要考试了 希望池鱼能再等等他 之后指安毫无意外地获得了高考状元 但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他放弃了S大本说不连读的机会 而是选择了排名第二的理大 当然这一切王霄看得很清楚 指安之所以选择 大是因为可以交换到池鱼的大学 这样他们便能团聚不受异地之母 王霄疑惑着问指安 选择池鱼和女生有什么不一样的 指安只是淡淡回复自己也不知道 喜欢上他太早 也从没跟别人比 一年后远在米国的池鱼正在浇花 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行李箱咕噜的声响 正是日思夜响的指安出现在了他眼前 池鱼急忙跑过去抱住了他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我们以后不要再分开了